90岁的蔡老太一直有个难言之隐,常年要凭导致行走困难,生活质量逐渐下降。 最近,杨周市妇幼保健院的陈灿民副院长,为蔡老太找出病因,并及时为妻手术解决难言之隐,蔡老太感谢不尽。 术后,妇幼保健院的张云护士,不厌其烦地为蔡老太护理,让她深受感动。 今天,6月20日,在家人的陪伴下,恢复良好的蔡老太出院了。 她感谢陈灿民副院长,为其点除了难言之隐,把她脱锤出的子宫,通过手术复卫回原处,极大的提高了生活质量。 来源扬州广电扬帆手机频道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